但是下一個事情 我做到今天都還沒有答案 一個金管會的主委 不好意思怎麼會 他可以去介入個案銀行社信案可以進去喬嗎 我講的就是李樂昌 去費列為建幣案裡面 本來擔保就不夠了 結果李樂昌收到陳慶南陳偉智的信 在金管會主委辦公室接見他們 接見完了交給銀行局下去擬辦 然後銀行局幫他們都處理好了 然後再找公股航庫 退給他5.5億的貝償金 導致我們所有公股航庫實際上面受損 李樂昌很奇怪啊 之前信誓旦旦跟大家講啊 所以法行政啊 主管機關怎麼可能會介入個別銀行的受信案 實際上面就不是這樣啊 實際上面他就介入啦 所有公文我都調出來啦 之前還有委員要幫李樂昌擦枝抹粉 所以沒有啦 那個是之後的事情啊 但是我拿到的公文是 在約見他們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交辦啊 等到約見他們的時候 方案要怎麼喬都處理出來啦 最後雖然是經過銀行董事會的決議 但是整個處理的程序 一如意期啊 就是銀行局裡的方案啊 就是按照他們喬出來的結果通過啊 這樣子的行為 是一個金管會主委應該有的作為嗎 顧主委 這個 因為 我再強調一次 我們之前加換過很多次意見 有沒有刑事犯罪是另外一回事 這我一定尊重檢調 但是今天金管會 對於銀行有這麼大的控制權力 對於銀行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這件事情一定要說清楚講明白 如果 李樂昌的行為可以被容許 那是不是以後 金管會 的主委繼續做這樣的事情沒有關係 這個是行為規範的問題 接下來會產生什麼法律效果 我們接下來可以再討論 但是在行為規範上 能不能做這件事情必須要先被確立 就我看到的 事後來看這個公文嘛 那 黃議員所 出來那些公文的 那個最後 就他會見了他們之後 他有說他們 李前主委他批示的是說 藉由他們自己去處理 他們就不再介入 等一下齁 會後說由他們處理 然後他們不再介入 但問題是什麼 會前 所有的Email 我都調到啦 會前就已經下條子啊 指示給銀行局啊 去擬方案 銀行局也依照主委的指示 然後去跟第一銀行接觸了啊 然後得到了首肯以後 那天會面 就只是確認啊 package好啦 就是這樣子來加以處理啊 怎麼到今天還在幫他擦脂抹粉呢 我說的有錯嗎 還是顧主委願意花時間 我們一封一封公文來對啊 看他整個的行為模式到底是怎麼樣啊 我對於一個軍管會的主委 去介入銀行個案僑貸款 我完全沒辦法接受 但這件事情很重要 這件事情如果不確立 代表了李衛昌可以做 其他人通通都可以這樣做啊 不是嗎 是不是事後請這個軍管會主委 這篇跟黃委員 我們就穩一個一個對吧 好不好 花個時間對一下 這個來 因為今天 主席不好意思 我只希望有一個清楚的態度跟答案 因為我們接下來很多事情的處理 這是一個重要的前提嘛 今天包庇這樣子的一個介入僑貸款 導致納稅人損失的主委 我們如果不追究 不譴責 還肯認 還幫他擦脂抹粉 金融秩序何以為繼 那以後 金管會要成立一個幫忙喬貸款處理中心嗎 大家都比照相同的規格處理就好啦 還是只有陳慶然陳偉智可以 一般的雲雲大眾都不可以 我相信 我相信就是說 任何個案上面的一個貸款案 我們 金管會做一個監理機關 就這個部分都要尊重銀行的自主決定 那並不適宜去介入 只是不適宜還是不應該 我不適宜不應該 我都可以接受這樣的用語 好不好 那不應該這樣子做嘛 那 對不對 那 那至於就是說 就這個案子 看起來從事後書面上來看 當時李前主委確實是批說他們不再介入 那 黃委員的意思就是說 在之前也許因為 銀行的 覺得同仁也許去了解以後 會產生對這些銀行在決定上面的一個心理上的壓力等等的 我沒有辦法去幫銀行說話 但是我還是認為銀行要自主的去決定 要怎麼後續怎麼處 對啊 但金管會主委 當金管會主委下條子交辦銀行局去執行的時候 對這些銀行沒有影響力 那陳建南陳偉智最對父子是呆子嗎 那還是以後大家都可以比照辦理 不應該就不應該啊 不應該我就要繼續追問啊 是要繼續追究啊 如果這件事情是不應該的話 這個傢伙憑什麼 現在繼續在國營企業裡面當董事長 請那個 這個是這個政府要交給大家的公平正義嗎 好 好 繼續追吧 好嗎 就繼續追 謝謝 下一位請劉建國委員諮詢 請